大家好,又到了Leo的游戏测评时间了 在测评之前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有听说过国宝三国吗? 你们有听说过起售武装吗? 可能我知道很多同学都没有听过 但是你有听说过高达吧? 你有听说过大和元斑斓吧? 这下你也知道他参与创作的一个游戏 基站王登上了我们的iTunes收费版本第一位了吗? 嗯,这么厉害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游戏 基站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吧? 说起呢,这个游戏呢 基站王是从我们当下的一个人气动漫 起售武装、干铁飞龙等自行百度一下吧 具体有哪一些的漫画,反正我是不太清楚了 进行了一个扩收法而组成的一个游戏 以基站格斗为题材的一个战斗类的游戏 而且呢,游戏呢,同时大王那个怀旧风 特意邀请了我们的人称高达之父的一个大和元帮男先生呢 参与到我们整个基杂的一个设计当中 由于呢,我们这个游戏是结合了比较多的一个漫画的元素在这边 所以可以看到呢,我们整一个基站王的一个游戏的内容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 而且来说呢,里面的一些故事的内容啊 还有一些漫画的情节,还有漫画的人物都能很好的融入到整个游戏当中来 比如说有些人形的机架,飞机啊,汽车啊,动物啊,甚至是水果通通不落下的 所以这个也是却位十足的一个卖点 值得注意的是呢,在战斗的时候呢 我们的机甲可以进行一个变身 好像这样子,变成了一个汽车哈 而且呢,我们的机甲还能释放一个绝招 我们就绝招吧,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绝招释放之后 会有一个冷却的时间,就是独秒的那一个哈 所以这个在战斗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另外呢,我们在右上角呢,就能看到有一个五行的一个标志 就说明了我们的机器人,它本身都有不同的一个属性,基础属性在里面 如果在我们战斗的时候,能够根据基础属性去排兵布阵的话呢 也就能收到一个四半公佩的效果 就好像刚刚看到的一个,这个红色的受伤,伤害呢 就是一个比较就是三克的一个伤害 刚刚一个一个有一个深色,深黑色的,就灰灰一点的 那个就是说它这个攻击呢,对它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这样子哈 而且呢,这个游戏的玩法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简单的 只需要通过好像在这样的一些战斗里面,战斗的场景,获得胜利就能够过关 而且呢,就是说我们的游戏呢,也允许我们的玩家呢,带同一个战队 一个战队就是三个机甲去进行一个每个场景的战斗的,適应不同的一个对战的一个场景来应用哈 就好像刚刚我就换了一个用火炮来攻击的一个机甲 所以这就可以对战BOSS的时候就能够取代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哈 降低了一个难度 嗯,而且呢,这是游戏来说呢,还能提供一个叫做附降的系统啊 这就是这个附降的系统,但附降就涉及到另外的一个问题上面去 就是说我们整个游戏呢,需要购买的地方比较多 虽然内容是挺丰富的,但是购买的内容也是占了很多的一个部分哈 而且呢,附降跟需要好像租房子一样通过日子计算的去付费去租回来的 所以这个游戏该怎么玩呢,我想还是见仁见智吧 总的来说呢,在得于真材量的真实题材 跟一个我们的大师背书的一个这样的情景下面呢 令这个游戏呢,从一开始呢,就得到了足够的市场跟缺头哈 也令到游戏本身呢,充满了特色 同样的国产游戏,南腾虎验室 我叫它这个南腾虎验吧,南腾虎验室的收费的一个模式呢 也让这个游戏呢,带上了一个比较深人物尽的一个标签 我想呢,我们国产游戏呢,在如何取得平衡的这个学问上面呢 还是需要有一段的路子需要走的 哈,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优秀的国产游戏 出现在我们的手机上面去 毕竟这个也是我们网家的一大福音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我是Leo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